香港浸會大學上智會呈現 復興新生系列細說論語 費教授 論語對現今現在二十一世紀的社會 帶來怎樣啟示 控制當代的已經是2500年前 所以對婦女對老大都是比較有限 她不是很推荒給她們機會 因為她們沒有什麼所謂的文化 現在我們有更多有自由在這邊 我們都會討論人權 她在那個時候沒有什麼方面 關於容金 貪心 每一個文化都知道 會腐敗 我們的要求是什麼 分析什麼是要求 什麼是我們喜歡但是不重要 論語的人 那個引義的概念 是一個關心尊敬對方的 從這個方面 從價值來看我們的心 來分析我們的需要 去瞭解什麼為人生是最基本 最重要的 這個我相信 每一個時代 每一個文明 如果有智慧 可以肯定 控制在那個方面 以及控制的門徒 在論語中提出這樣的問題 表示一個非常有智慧的 論語所在二千多年前已經提出的這種精神文明 真是歷久不須 要在讀書不須 去過茶 從這都就跟從 做似的 想不見 今markets